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网络上就兴起模仿明星的长相,流量最高的莫过于网红版紫薇,网红版杨幂,这些人都打着撞脸明星,在网络上圈粉,躲在滤镜的背后,模仿着明星的一举一动,并尝到了一定的甜头。 近日,网红版肖战在网络上走红,短短几日就凭借着超高的人气吸粉43万,肖战因陈情令爆火之后,人气和热度一直都不断升高,成为了目前现象级的顶流,与肖战相关的动态必然会受到一定的关注。 男网红九月在短视频平台凭借酷似肖战的相貌走红,她也因此尝到了甜头,多个视频的穿搭与妆容都与肖战的风格相似,尤其是眼睛的部分笑起来与肖战更为相似,这也让九月彻底火了一把。 借着肖战的名气涨粉43万,圈粉的能力不亚于圈内的明星,随着名气大增,九月也成功进军演艺圈。 近日,九月现身新版八仙过海的开机现场,现场九月身穿古装戏服,手里拿着开机红包,站在一众演员中,但脱离了百万滤镜的九月简直判若两人,完全与短视频中的不一样。 不少网友纷纷表示,险些没有认出来,再拿他的现场图与肖战对比,也只有几分神韵相似,但与肖战的古装造型比起,差得不是一星半点。 肖战可以说是古装男神了吧,即使脱离了滤镜,颜值也照样能打,九月虽然通过撞脸肖战获得一定的热度,但他这样红起来的方式,并不讨观众喜欢。 再加上脱离滤镜之后的颜值,注定他在演绎这条路上,想要获得支持更难,九月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,来获取网友的认可。 长相是父母给的,但九月也可以靠作品为自己证明,一味的趁热度,反而路人员只会下降。 进化 同时的颜值 进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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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